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兔苏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把我们的控制器 移到我们的座桶下面 那我这一台麦林G30 我们将会把它的这个控制器 以前在后座这里 移到我们的座桶下面 那么该如何移动 我今天做一个详细的演示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座 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收到片 上面的螺丝已经被我取下来了 当我们取下四个螺丝以后 可以取下这块塑料片 然后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个地方 这里还有四个螺丝 是装着我们的控制器的线盒 当我们取下这个四个螺丝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线盒 里面有这么多线 当看到这么多线以后呢 大家先不要着急 其实我们真正要动的线并不多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每一条线到底是什么作用 该如何拆开 如何移 我们打开控制器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有一条这样的线 是我们一开始就在车子外面的 这条线呢就是我们灰白 黑白线和黑色对接的 这条是我们当时换48伏和60伏的线 这条线我们是可以不用管它的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条线 是从后尾灯这里出来的 这三条线是我们这一次移控制器要动的主要线路 是需要把它从这个控制器的这个线盒里面进行分离的 然后呢还要进行延长 才能保证我们的尾灯在移了以后还能正常使用 那我们拿出来了以后呢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控制器从线盒里面拿出来 好我们拿出控制器了以后呢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对所有的线路进行拍照 和对线路进行标记 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我们装就没法装 首先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三条这样的这个主线 这三条主线呢 是我们后灯的这条主线 那么它连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控制器里面的 这个车辆的主线到车头这边的总线 那我们找到车辆的尾线以后呢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后面的线摸到每一根线是哪里的 这后面三根线是左尾灯右尾灯和中间尾灯 那中间尾灯是三条线 其他的都是两条线 一阵一阵 然后你到时候接的时候可以全部共用附级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所有的线进行标识 像我这样 用美文纸把每一条线贴上 左尾灯右尾灯 然后中间尾灯 然后我们控制器上的主线也是一样的 要贴上标识 尾灯的三根线被取下来 这三根线是我们后续暂时都不需要碰的 最后接上线的时候 需要再去动它 接下来以后我们把三根线拉到旁边 好 然后我们这三根线标识完了以后就不去管它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一条这样的很粗的线 这条线呢是它的电源线 进去了以后是我们充电用的 那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来看一下 它是这个地方的 我们侧面的这个电源口侧面的这个电源口 到这里的有一条这样的红黑的很粗的有胶皮的线 出来以后到这里是这样的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从那边出来 到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两叉头的 这个接到两个细线的 这个两条线是充电头的线 这条线我们也可以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我们松掉这边这个插头的充电头的螺丝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取下来 我们一根一根的线减少 这是一条线 好 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两条线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里面还有两条线 那一条橙色的是我们电击的线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顺下去 到我们的车轮的电击这边 到电击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电击这边 那这是电击的主线 还有一条特别多的 还有一条特别多的这条线数 这一条是我们车辆的主线 有的也叫大线 这两条线是我们这是要移动的主线 然后这个控制器上面 还有一个这样的彩色线的盒子 这个是报警器 这个报警器也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说是只是移动它 那我们报警器可以完全不管 只是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要更换控制器 那我们这个控制器上面的线序 也是一样的 要对应的我们的这个线序说明 把它标识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动这几条大的线上面的外面最多的线 那这条线已经被我之前掰断了 所以它掉出来了 我们暂时不管它 首先大家像这个尾灯线一样的 把每一条线上面标好这个相应的功能 那么这个线的功能呢 在我这里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对应的报警器这一块 中间的这一个区域 中间的所有这些 就是我们中间的主线 然后右边的UVW 黄绿蓝红黑的 就是这个小块的 是我们的电机的总线 这一块 这一块总线是电机的总线 那么所有的中间的主线上面 我标黄了这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条线是我们这一次电机 车辆的主线上面 我们需要把它取下来以后移进去 如果你要换控制器 那么这八条线也是主要要动的线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图纸上面 这个线序以后 根据图纸的线序 把每一条线贴好 电机的可以不用贴 电机的全是对着颜色接就行了 其他的主线的和报警器的 全部贴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拆下来 手按住这个开关往外拔 拔下来了以后 这边也是一样的 按住这个开关以后往下拔 这个报警器拔下来以后 就是独立的一个小 如果我们不需要换控制器 那我们这个控制器的这一条线 直接拔下来后 移进去以后再插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样我们车上面 大部分的线就已经移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还剩下这个控制器上面 还剩下几条线 我们把这两边的这个盖子取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有几条主线 那里面这几条主线 还是和刚才一样的 橙色这条线里面出来的 除了这一条小的是后耳线 对着颜色接 另外的这三条 你换控制器也是一样的 对着这应的颜色 其他的控制器上面也有颜色标识 对应着接三项线 三项电机来去用电机的颜色 如果接错了 电机无法正常的平顺运转 你通电的话会卡卡卡的响 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对着颜色接上去就好了 那么另外这一边 我们会发现又有一条红黑的 然后进到了我们的 有四条红黑的线 两条粗的 两条细的 两条细的我们可以看到 是进到我们的总线里面的 两条粗的呢 最后里沿着上面走 可以发现是到了我们的 电池接口 电池接口上面 所以这两条主线呢 就是给车辆供电的主线 和给控制器供电的主线 所以我们电池是通过我们的插头 主线供到我们的控制器 然后供一部分电 到前面去进行电压到12V 然后通过控制器输出到我们三项的电机 来进行驱动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把上面的这个所有的线取下来了以后 然后把控制器移到里面以后 再按照原样进行装回去 我们使用内料加螺丝道 把这个领下来 我们使用内料加螺丝道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我们的控制器就完全取下来了 那我们到时候就把控制器固定到桌桶里面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开始把线顺过去 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后面的一堆线 一堆线把它移到里面去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最初的这条黑色的线 电源线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 刚才取下来了以后呢 它实际上面就是一个保护电路 然后两条 我们在控制器上看到的最初的主线 对着颜色接就可以了 这条电源线就相当于是完全拆下来了 那我们等一下装回去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还一条黑色很粗的线 也是最多的线 我们把它理一下 拉进去 这条最粗的线呢 就是我们车辆的主线 大家拉回来以后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线 这上面也有两条 是一黑一红 很细的线 就是我们刚才进控制器的时候 接在车辆电源上面一起的 这是给车辆前面的DC to DC 进行电压输入的 电源的主线 那剩下的呢 我们刚才的这三个头的 标好了的 是左右尾灯和中间尾灯的 这一个的是控制器主线的 好 然后还有条橙色的也拉进来 橙色拉进来 实际上就只有三条线 电机的三项电源和霍尔控制器 我们把线全部拉完了以后呢 我们后面就没有线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控制器的位置 控制器是这样 放在我们的桌筒里面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怎么固定呢 实际上是有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直接把扎带扎到上面 把线路接好了以后 把扎带扎到上面 上下扎住 然后我们可以把控制器 扎在哪个位置呢 我这里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可以把控制器 扎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两边这个铁 这个是铁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里是个铁的 这边也是个铁的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一根管 这个管 看到吗 这个管 这个管就是我们外面的 这辆这个管 这个管的上面 我们是可以上扎带的 上了扎带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控制器 把这个控制器 像这样 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放在这个里面 只要我们控制器的位置 不超出我们这个坐筒的 这个区域 只要控制器的位置 不超出这个坐筒的区域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控制器 它大概需要放到什么位置 刚才讲了怎么固定 那放到这里了以后 我们怎么知道它够不够 我们可以拿我们上面的 这块小板往下面插 然后当它只要是 碰到这个线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平的这个面 我们坐筒是 在这个外面的 底下是到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底下是到这个底下 垂直的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边缘的 只要我们这一块板 下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凸出来 只要这个面是没有凸出来的 那么你这个控制器 就可以移进去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把线离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原装控制器在这个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区域的 还有很大的区域 在这里面 你甚至把控制器 绑在这个 锁筒的下面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就不在 后面不再一一操作了 大家根据前面的方法一样 把线路接上去以后 盖好盖子 用招带把它固定在这个后面 那我们线路就移完成了 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等于会移完了以后 这里有三条线路 尾灯的三条线路 尾灯的三条线路 由于它以前是在控制器上面 只有这么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有这么长 它是进不去的 它是进不到桶里的 所以我们这三条线 需要把它重新接驳一下 然后移到我们的 做桶里面 这三条线 尾灯的三条线 可以看一下尾灯的三条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